下播了之後 然後跟珊珊跟志涵在聊天 結果志涵就給我看了一個影片 民眾黨假狀案 黨內訂到快遞師端木正出包 也提告館長陳志涵跟爆料 有關鍵影片 這個影片當中 就是對著這個端先生 端先生的回答 不屑家帥就是我 就是我這麼做 我就是認為這樣可以 這就是我做的 柯文哲 黃珊珊 他就講嘛 誰叫你這樣做的 他裡面就說 我自己這樣做的 我認為我可以這樣調節 他的臉就是一副 沒有在那裡 管長又去幫柯文哲 把這個端木正說 他是自己調節的 這個東西放出來 可是實際上的證據 又不拿出來給大家看 根本就是在轉移焦點 貿易管長還是要認清楚 癥結點就是錢跟收據 都對不起來 影片內容引發話題 而民眾黨中平會下週二 要找來包括黃珊珊 端木正與李文宗 都會到場說明 只是這三個人 真的適合出席嗎 民眾黨前中央委員 趙義善指出 這三人是柯總部 政治現金假帳 偽造文書的嫌疑犯 中平會邀他們說明 就是協助被告串供 含話檢調該行動了 對於政治現金的 偽造文書罪 這三個人都是嫌疑人 如果同時約到 所謂的中平會的話 會不會有串供的嫌疑 檢調可以限制 所謂李文宗跟端木正 他們去出席 這個所謂的中平會 柯文哲昔日在金華城案 呈脫口對打圖利 哪裡不合法 後來改口 現在中平會找人說明的做法 似乎又踩到紅線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